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灵万互动 月磅久消多 不请听煎药 阴风响玉科 明昭有风事 术问夜如何 这首诗可以算是杜甫的一篇值班日记了 时间 春日的一个夜晚 地点 中央机构门下省的值班室 视线 前四句写职业班看到的景色 矮墙 遮隐花丛 飞鸟回巢 繁星照耀着千家万户 月亮依傍着高耸的宫殿 后四句写人物状态 夜深了 杜甫还竖起耳朵听是否有钥匙开宫门 在晚风中思念着早朝的马铃声 他心里一遍遍想着明早上书奏事 所以不停地看沙漏 探问时间 身为官员的杜甫 如此兢兢业业 忧国忧民 怪不得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之一